然后业障重了 家里有人往生 佛前供七盏灯 加七杯水 为他送地藏经 所以每一种功德都要加入这个灯的功德 再来供土油 代表香水 我们法师要推广佛法 影迹圈的人员要有观众 做老师要学生对你好 那这些要有人员 那就要供养土油 花跟土油 土油就像润滑剂一样 很香 那自然你就有人气 有众生缘 这个意思了 再来供水果 不一样的水果 也不一样的功德 花代表因慈悲 然后果代表结果 所以你希望得到一个愿力 好的结果 述速成就 你要多供水果 那不一样的水果 也不一样的功德 比如说供养甘蔗 长寿 讲话好听 有吵架的地方 你都供养甘蔗 不容易吵架 而且代表发财 所以供养苹果 跟花一样 就人缘好 圆满 柔软的东西 供养香蕉 突破障碍 然后呢 中国人喜欢供 这个凤梨 缅甸人喜欢供 榴莲 什么意思 那渐渐会跟他刺 代表老公没外遇 消除障碍 有障碍的时候 要供养凤梨 供养榴莲 这些佛教有讲究了 那你起媳妇了 希望赶快生小孩 要供养葡萄 多子 多孙 所以黄色的水果 红色的水果 不一样的水果 也有不一样的功德 所以我们都供养 如果你的先生 很喜欢吃肉 你要多替他在佛前 供水果 就可以消除他 吃肉的执着跟业障 因为水果的味道 就可以断除那种肉味的执着 那这世间上就不会有传染病 有这个意思 再来供茶 代表清醒 有智慧 没有魔障 所以写了安乐少病 巨大福报 再来供食物 今天我们供很多食物 为什么 喂花莲 喂地狱道 喂鬼道 喂所有动物 喂人道 天道 阿修罗道 喂消灾 喂往生者 祝供养 所以这是祖鼻 我们学会 不能为了自己 我们为众星 刚才说的 为别人 你反而福报更大 虽然我们是人 他是动物 他不会供养 我们替他供养 这个叫慈悲 那希望大家 你要辛苦 你要起床好 你要考栽好 你要生命快乐 多不失食物 很多小鱼 螃蟹 要出生 母鱼怀孕 各位多到海里面 河里面 布施一些食物 多到森林里面 布施一些鸟的米 饲料 随便哪里 有草鱼 有蚂蚁 一些饼干蟹 多布施 这叫 也叫 广结善缘 所以 佛叫我们 普度众生 那你要度他 你现在不跟他结缘 你成佛 你度不了他 所以不要结恶缘 要跟任何生命 都结善缘 再来供宝物 各位要观想 全世界最好的黄金珠宝 包括你放在保险箱的财宝 偷拿来观想供养 好不好 这样你就不会执着财产 而且你也要跟众生结善缘 各位你在这个世间 所做的每一件善事 你将来升天以后 你的房子里面有百千万亿 不一样的珠宝戒指 因为天上没有地心 你都在那里放在那里 你只要想着他就来 那天人是每天都带 不一样的珠宝出去 那这个天人一看的时候 哇 他上辈子不失十块钱 哇 他上辈子不失地震 哇 他上辈子帮助老人 所以每天 大家都知道他做什么善事 而且都很想学他 随喜他 所以你现在在世间所做的 你将来都得到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特别供黄金珠宝的人 如果你这辈子 把一颗宝石供在佛身上 下辈子做皇帝 做皇后 那叫 什么 立直天生 本来如此 免得人拼 自由自在 所以各位要积功德 再来供宝珠 所以一个人 为什么可以做 一个领导者 忍辱谦虚的人 就是忍辱 你越被欺负 你将来 官位就越大了 你不修忍辱 所以 我都说 布施得大富 持戒得升天 这两个功德 都不超过 忍辱的功德 被骂被毁谤 都点点 那个功德最大 那将来 高位 不受动摇 共衣 出家人的衣服 就算乞丐 穿个出家的衣服 都很庄严 共衣 所有安全 开车 任何事情 都安全 不遭破坏 而且脾气不好 多共衣 跟我们蓬其 共衣 种下未来 出家的因 穿这个衣服 可以承担 众生苦 红色的代表 承担 众生苦 慈悲 黄色的代表 没有烦恼的智慧 事实上 这个衣服 是皇帝的衣服 古说皇帝 就穿黄袍 意思是说 你出家人 那就像皇帝一样 因为什么 因为你出家人 要奉献给众生 要关怀世界 所以不是光一个国家 而是所有众生 所以出家人 要有这种 没有自我 奉献给众生 承担众生苦 然后承担起来 所以慈悲 不是讲在嘴巴 慈悲是一种责任 一种承担 所有的鬼 所有的狼 所有的鬼 都是我们生命的责任 佛教的教育 是希望 大家升起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责任 不要有自私 不为自己 为众生去做 所以升起这样的 真实的心态 我们敲伐器也是一种 阴身的供养 所以我要再讲一次 敲墓鱼的时候 代表什么 不生气 不但不生气 所有的鱼 海鲜 虾子 得到超度 这叫无称大悲 然后敲饮庆的时候 或是大庆 念一下 断烦恼心 发菩提心 所以所有众生 断烦恼 发菩提心 敲鼓 念一下 断烦心 发大秤心 而且呢 所有的牛 猪 羊 超度 所以有人问说 你出家人吃菜 你怎么在说 那个牛皮 没煮鼻 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那个牛很可能 他死 我们用他的肚子皮来说 敲到所有的牛 牛 死去咖 这个意思 对我们来讲 叫断贪欲 发利他的菩提心 如果敲钟呢 敲钟 来 破地狱心 所以让所有地狱都打开 让地狱的众生 超度 还有一个 吃饭的时候要敲 敲匀水板 这缅甸的 比较小的 比较早 寺庙的比较大 有两支咖 什么意思 积压得度 恶鬼升天 那我们修行人要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一些饭菜 让他肯分也整个吃 希望贵子 那两支咖 都敲到超度 所以每一样法器都是很慈悲的 所以叫法 除了供养诸佛 念一下 以慈悲供养诸佛 所以我们去帮助众生 就是在供养佛 因为佛就是在帮助众生 我们直接去帮助众生 佛同欢喜 所以用这种法器 这个法器不分在家出家 都要学 希望各位 下回我们开班 能不能学法器 好不好 去帮人家祝念 不可以拿钱 拿钱都没说 祝念免费的 帮人家祝念 帮人家喝彩 下回我们县长来 大家 轰轰轰轰 笑一笑 这个供养 不管你到哪里 都要法器 所以古早上是 我们出上那些 什么喇叭 其实那是供养 现在变死人的 Door 批麻代笑 是八关宅节 现在看到人批麻代笑 凝刀死人 因为佛教没有讲解 就变成一种 不好的现象 变成这样 像我小孩一样 看到出家人 跟死人念经的又来了 看到出家人是你准备要发财了 因为出家人代表一种清静慈悲 但是以前我们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各位听到法器你要很高兴 就像看到人家点灯 听到人家念佛 很欢喜 那如果你了解了 进一步也要让别人了解 所以我有一个人去病人 我看到急诊处这么多人 我会给他念 你不能来 我老爸还没死 我说我念就会挖起来 你傻傻 他不相信 所以你也不能太勉强 但是有因缘就可以 但没有因缘就没办法 但是这个就是因为 弘法做的不共 所以希望大家多看佛经跟人家讲 多敲法经让别人欢喜 如果这个世界有佛法都欢喜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观念 希望花莲成为一个莲花净土 那我们要从自己做起来 不生气 不骂人 不杀身 少吃肉 虎有地震 风调雨顺 风调雨顺 是从我们的心态行为做起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守八万灾戒 花莲就没有车祸 这个意思了 今天大家守八万灾戒 医院的人就少病困 今天我们守八万灾戒 虎木区的众生就得到超度 昨天他们去肉品市场 晚上他们还要去虎木区 把我们的功德带过去那边 好不好 所以各位观念这边 一指出家 九拳七祖进超生 那今天各位守八万灾戒 就知道了 你要改变你命运 你要守八万灾戒 爸爸得癌症 你守八万灾戒 像我妈妈那时候得癌症 二十七八年前 我守八万灾戒 妈妈就好了 到现在还活着 所以我前一阵子 我妈妈又重病 然后医生说 要走了 我守九十天八万灾戒 我已经守完了 为什么 因为我妈妈出院了 我都OK啊 警报解除 所以我妈妈还过得很快乐 九十天我就瘦了八公斤 顺便减肥 因为八万灾戒 晚上不能吃 这样就可以专心的念佛诵经 一个人得到什么果 已经之前有种什么因 这样 所以成为一个领导人 成为一个县长 成为一个医生 他都有过去种的因 那当然这个因 还加上缘 才会成为果 所以佛教里面 永远告诉我们 因缘果报的道理 不过就像我们做出家人一样 那我们做出家人 也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因为你有影响力 你才能够推动佛法 所以你在 就算你没钱 你努力去帮助 比你更穷的 你种了这个因 那你来世 就有大福报 去做更多的好事 所以很简单的道理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善有善保 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叫广为不失 所以我们出家 为什么要出家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那是福田很大 所以我爸爸妈妈 得到最大的快乐 当然感情上 他们认为说 你这个不好惊 你不友好 你走去出去 我跟我父母讲 我以孝顺你们的方法 去孝顺所有的人 所以不能出家 我就一辈子守着你们 能够出家 我就去孝顺众生 所以各位今天来 守八万灾界 就是这个意思 来 一直出家 九旋七祖 敬超生 而且今天守八万灾界 整个花点 没有灾难 没有地震 所以守八万灾界 就是管中 我特别讲这个 开始 守孝 守孝七天 披麻带孝 就是八万灾界 八万灾界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来 为地震 往生者守孝 好不好 一日一夜 乃至你要守七天七夜 那更好 你要守四十九天 更好 但是我们功德要大一点 来 回向世界各地 所有地震死亡者 战争天灾 车祸疾病 自杀 被杀 所有死亡者 包含动物 怨其离苦得乐 所以你的动机越圆满 功德越大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做布施 不要光回向给自己的福报 布施 回向给所有人都快乐 所有人都升天 那这个叫大乘的心态 所以我讲 佛教没有分宗教 分心态 你的心态圆满 那功德就圆满 所以 但是我看到 我们县长 夫人 这位 我们议长 大家都要做大 做什么大 做乎同大 要发 成佛的菩提心 所以我们老婆 每天在设计 叫我去选总统 对孩子 每天跟我说 跟我送去日本 送去特大 送去特朴 结果又很怀疼 走去做黑心 我说爸爸 你这不了解 做黑心是 鬼系人 生生世世的 后不重心 做中统 不过服务一个地方而已 所以意思说 事实上出家 并不是这个身体 来 出离自私的家 出离烦恼的家 把自己奉献给大家 那就是出家了 出家不是外表的问题 观世音菩萨是出家人 但是他是在家人 地藏王菩萨是出家人 但是他奉献给众生 但无论如何 心态决定一切 所以刚刚我讲的 八万代界功德很大 但是大家用这个 发心 发心是把小小的心 变成伟大的心 好不好 所以心量越大 舞台越大 所以释迦牟尼佛叫 转伦圣王 不用善计 谁就无法拼 转伦圣王 管百千万个地球 叫转伦圣王 那转伦圣王 从哪里来 生生世世的 不失持戒 特别忍入 忍入 布施得大腹 持戒得升天 忍入向庄严 向好庄严 得威德力 有威德力 你没有威德力 这一台顶 就给我们打下去 我们出家 坐不着 所以我师父常常跟我讲 做过皇帝 才能够做主法法师 你没有做过皇帝 那你就没有办法 上台主法 那你要做皇帝 那叫布施持戒忍入 那才能够 推动世间法容易 推动佛法很困难 因为要推动佛法 还有障碍 那所以 无论如何 我们今天大家 一日一夜八晚再见 就符合这个 再念一次 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这样来修行 再来禅定 保持内心专心 智慧 了解真相 那这样来圆满一切 欺负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的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 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 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 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我讲一个长得漂亮的故事好不好 有一个公主叫丑公主 很丑很丑 然后他爸爸觉得很丢脸 他爸爸是个国王 就把他藏在地下室 都不让人家看到他 但是这个小女生二十岁了怎么办 不结婚怎么办 然后他爸爸就想一个方法 这样好了 我干脆花钱去找一个乞丐 告诉这个乞丐 我一辈子让你很多钱 很多房子住 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娶我的公主 但是娶我的太太 娶你的公主以后 你就不要开灯就好了 因为他的女儿实在长得很丑 然后这个贫穷人 听一听只好勉强 为了钱就娶他这个丑公主 但是他都很晚回家 他也不再敢看他太太 晚上才敢 晚上没有灯才敢 看不见他的脸 因为长得实在很丑 然后虽然他做一个驸马爷 他每天都要去开会 应酬 因为他也是皇帝的女婿 对不对 但是每次人家都带太太 他都没有带过来 那有一天 其他的男人就开玩笑 他老婆是公主 一定是长得很漂亮 什么金屋长焦 不让我们看 所以呢 我们把他灌 喝醉酒把他灌醉 我们拿他身上的钥匙 去看他太太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带来给我们看 好了 话讲回来 那个丑公主 每天被关在地下室 有一天他就在想 我这辈子长那么丑 一定是我过去没有好好修行 爱生气 所以我现在我要好好忏悔 那是他听他爸爸讲 释迦牟尼佛 他爸爸就见过释迦牟尼佛 他自己就在地下室点香 跪在那边 跟我念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对 他自己点香一直求佛 什么叫拿摩 就是佛啊 我要归于你 我求你 我向你学习 我要忏悔 我这辈子长得这么丑啊 一定是 过去是我造了什么坏事 他就拿了香 一直拿摩本师 释迦牟尼佛 结果佛有没有来 各位我跟你讲 你只要一合掌 拿摩佛陀佛就来了 这个叫佛嘛 如果你一个念头 一合掌念佛 佛不来 他叫佛吗 佛叫如来 来去自如 只是你眼睛没看见 你念拿摩观音菩萨 他有没有来 观音嘛 观世音 就是说你只要有痛苦 妈妈在肚子痛 你心情不好 赶快念观音菩萨 他会不会来 一定要相信师父的话 他一定来了 眼睛没看到 知道吗 所以他就很虔诚 一直念 拿摩佛陀 拿摩佛 结果佛来给他放光 他本来在地下室 乌七妈黑的 看不到光 结果居然放光 佛陀在里面 结果他就跪下来 一直哭 佛啊 我一定是过去是犯什么错 这辈子这么丑 虽然不缺钱 但是每天被关在地下室 都不能出去见门 佛就跟他说 没有关系 你过去是曾经有一事 恨生气 而且骂了出家人 可不可怕 骂老师 骂爸爸妈妈 骂这些有道德的修行人 都不行了 因为你过去是一时生气 骂了一个出家人 所以你这辈子 比别人丑得不得了 但是你只要好好忏悔 一切都可以改变了 结果他有没有忏悔啊 他就跪在那边 什么叫忏悔 你讲 斩断过去 也就是说他发愿了 我从今天开始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绝对不生气 看到出家人 我要很尊敬 这个叫忏悔 忏悔必须包括改正过失 好不好啊 你曾经偷人家的钱 然后妈妈叫你忏悔 你要跪在佛间忏悔 忏悔还能不能偷 如果你忏悔还叫偷 那忏不忏悔 就没有忏悔 而且罪家一等 可不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这个公主 她真心的忏悔 跪在那边真心的忏悔哭啊 然后佛就给她放光 很奇怪 等她佛给她放光 她忏悔还以后 她怎么样 变掉了 她自己都不知道了 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脸变了 她只是觉得 我现在忏悔 内心好清静好快乐 但是当她手去摸脸的眼泪的时候 她脸本来像土一样粗粗的 因为她脸会脱皮 可不可怕 会脱皮有皱纹 结果她在哭的时候 一摸脸怎么变那么细 变那么细 然后她自己就点一个火 在水里面看自己的脸 哇 她这辈子没有看过一张 这么漂亮的脸 是谁的脸 她自己的脸 但是她还没有说很高兴 她只是觉得 我忏悔 变为原来的样子 结果当她正在这个时候 那三个男人 偷了她先生的钥匙 把她先生灌醉了 把门打开的时候 光有没有跑进来 一跑进来 看到这个美女 她本来是个丑公主 三个都笑 哇 她这么漂亮 怪不得她永远 她老公不带她出来 给别人看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传出去 传出去以后 国王她爸爸 怎么可能 我那个女的这么丑 怎么说她很漂亮 大家都跑去看 结果 这个丑公主 变成全国最美的公主 然后呢 她的爸爸就问佛陀 怎么会变这样 佛陀说 很简单 因为你的女儿 做了大大的忏悔 她这一辈子 生生世世 不会再生气 看到出家人一定 所以同学们 看到佛像出家人 要不要合掌 一定要 那这样外表 会不会很漂亮 会很有钱 这一定要注意 家里有没有佛像 对 妈妈会贴在墙壁上 或是在上面 一看到就要合掌 问讯 这样会不会 如果你这样做以后 脸漂亮 手漂亮 而且经常问讯 来 右手拿出来 摸摸头 头有没有尖尖了 没有 没有 你看佛陀头 头有没有尖尖了 有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有些女生 还可以把头发绑这样 古时候 有没有绑这样 教肝绑这样 头尖尖 对 经常拜佛 恭敬别人 谦虚 头顶尖尖 懂不懂 还要如此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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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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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帮助他们 来被他欺负 所以你要心甘情愿地被众生欺负 来接受他所有的痛苦 那你一定要不能有这个我 这个存在的观念 也不可能生起的贪嗔痴 所以要这样阵入万法平等的空性 你打我 称赞我 你爱我 恨我 那个只是一个幻化的感觉 也像演电影 你就利用这个爱恨情仇 生老病死 来度众生 来帮助他 所以为了如此 所以我们要有各种的智慧方法 那各位你要一直这样观想 你千万不要思想说 谁抢了我老公 我要给他拼 谁夺走了我的钱 我要么杀他 要么我自杀 那这些事情 你都不能有这个错误的想法 所以他需要我就给他 他杀我呢 我还要杜他 那你要在你的思想里面 一直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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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到 哪一天事情碰到了 对你有所谓 就像各位现在医院里面 有很多得癌症的人 在那边挣扎 就像我妈妈生病那段时间 我去医院 我受不了 晚上他们 我们